嗨 baby们 我是你们的娃米小甜 今天要跟大家聊的是一部 相亲综艺你好另一半 这档节目里 金星作为红娘 给九位单身男女提供一对一的相亲服务 节目流程很简单 金星先去见委托人 了解清楚对方的择偶标准 然后金星为他匹配合适的相亲对象 最后两人见面约会 感觉不错就继续第二次 不行就下一个 这部相亲综艺最大的看点就在于 各位嘉宾的择偶标准都很现实 节目选的嘉宾都是事业有成的精英 其中有的会把婚姻当作一门生意 出场的男一号乔峰晨 39岁年收入超过100万 是一位工作16年的广告公司副总裁 他一出场就被弹幕一直说装 给自己打奔酒时 浑身散发着自信的光芒 他的红西装加号称都给人一种很浮夸的感觉 这位男一希望另一半颜值在线 要有个性有能力 还要有良好的教育背景 目标是要找生命合伙人 一加一必须大于二 坚定地认为婚姻就是一种特殊的合作关系 像开公司一样是要避讳风险 处得不好不如单感 说完之后 金星精准点评 你这是要找一个商助量用女孩啊 正式相亲之前 金星友情提醒男一 不要预判 不要给对方展示符号和特征 要真实自然一点 但男一的第一次相亲还是翻车了 第一个约会对象是个HR 就从约人无数的职业肯定很能聊 但男一更会聊 而且每聊到一个话题 他总能扯到自己的身上 全场都是他在说话 上海的沉浸剧场你听过吗 那是我的产品 吸到流传时长结构 场馆大小 宛如昭山一般接受的非常详细 期间女方一直被读得接不上话 聊到健身的问题 男一又又开始了 我操操实际锻炼的 习惯了 然后不知道为什么话题突然从健身聊到广告 而且做我们这一行呢 如果不爱的话 很难做出成就的 又开始一通的聊自己做过的作品 仿佛在说 快夸我 我是不是很牛 女方这个时候就只能硬塞食物到嘴里 演示尴尬 聊到喜欢的球星 女生好不容易来了兴趣 结果男一又又又说 哦 我特意去过球星们的VIP师 他们的IP测谎和体验真的很好 好 谁要听你说那么多 而且全是你的东西啊 到后半层 对面的妹子明显有点招架不住 平平喝水 男一的行为 全程给我一种把相亲搞成了项目推销的结局 亚迫性太强 像是在面试 约会结束后 妹子表示 有一两个瞬间觉得对方强势 谈恋爱不是谈生意 节目问他还有继续约会的想法吗 妹子垮着脸默默无言 另一个约会对象吐槽他 你这boss上身 婚姻也是项目 找合伙人 跟男一比较像的是女一胡诗诚 香港中文大学硕士毕业 干的是保险公司金融顾问 是一个从小地方奋斗到大城市的年轻妹子 年收入一百万 自我定位是喜欢赚钱 有上进心的事业型女孩 她的择偶标准有七条 其中最引发热议的是 她要求对方年薪百万 能够帮助自己拓展资源和人脉 因为这点网上很多人嘛 淘百金 女一的第一个相亲对象是个家庭条件不错 热爱健身的父儿代 两个人刚开始一起射箭 气氛非常融洽 可以看出女一对健身男非常的满意 没有想到两人坐下来聊天以后 气氛急转直下 女一聊两句就单刀直入问 你家庭条件是不是挺好的 健身男笑容消失 你家里是不是也是做生意的 健身男眯眼皱眉 表情凝固 她笼统地概括了一下 结果女一细到要刨根问底 那你父母呢 女一想要家庭条件好的男生 这没有问题 其他女生跟她想法其实都差不多 但是她情伤太低了 一上来询问 假惊问题 显得功力性太强 整个过程像是女一在单剑头 男方顺势回答 约会结束后 男生表示 虽然有互动 但是并没有产生互相吸引的点 我只是在回答一些问题而已 而且能看出男生对她一点也不感冒 两人的规划明显不同 有家庭兜底 健身男更自信 他喜欢那种边拼搏边赚钱的自由感 女方是个靠自己打拼的独立女孩 她的人生规划是在30岁前实现财务自由 健身男居然听到这里吓得调整了坐姿 她的第二个相亲对象 两人本来还聊得好好的 结果女一问来的 你的年收入是多少 男生说是30万 女生瞬间垮脸 气氛瞬间凝固 年收入这块对她是非常重要的指标 女一的想法 你也不能说她不对 因为对她来说 她能赚100万 和收入比她低的男人结婚 会降低她的生活质量 那如果年薪满足100万的条件 又如何呢 第四期精心给女一介绍了一位 年收入100万的亲华男 男生这边提议先加上微信聊两天 再决定要不要见面 女一欣然同意了 可没成效 过了两天 男方通过精心委婉的拒绝了女一 震惊 怎么会赚钱 长着又漂亮的姐姐 居然被嫌弃啦 理由是 看不上女一这船的本科 没有达到九报的标准 是的 还有鄙视链 清华瞧不上这船 女一生气的是本来微信聊得好好的 男生这边还客客气气的说 这船也不错哦 结果转头跟金星说不行 她之前就直言 我的圈子都是九报的 我不可能找比我圈子更差的人 清华男相亲鄙视这船女的话题 还在微博上引发了不小的讨论 相比之下 女二的出身学历更好 那她找到如意狼君了吗 女二张世琴和父亲一样 北大本科毕业 在耶鲁大学读的硕士 目前在北京做风头经理 是年入五十万的乖乖女 她的择偶标准第一条 就是希望对方第一本科 国内Top10 因为她觉得这样 彼此的状伤才能契合 而且女二一家 希望对方的家庭 也是受过良好教育的知识分子 金星和女二在沟通约会人选的时候 就发现她其实很注重参考家人的意见 她妈妈说要不要两个都见见 女二就说听妈妈的 后来她妈妈直接去了第二现场 坐在金星旁边全程看女儿约会 女二的相亲过程 其实也真实体现了相亲时 学历和家境的鄙视恋 用金星的话来说 985是当下新型的门当户队 成年人的相亲不仅仅是两个人的事 也是两个家庭的互相结合 第一位相亲对象 微胖庆华男 面对美女却只顾着逗周围的狗子 是不是不行 金星在后台看着非常着急 觉得这个男的不会谈恋爱 她表示要马上开课 叫大家怎么谈恋爱 在后台观察到一半就跑了 因为太无聊 这智商是统一了 但是情商有待修炼 第二位相亲对象 复古男其实还行 情商也不低 谈吐也比较好 可惜长相应该不是女二的财 第三位相亲对象 眼镜男 这次两人的家境是比较大了 双方互相说 这个是我爸改的 这个也是 但是后才女方委婉地表达了 她对男方学历不是985211的小小介意 而且约会结束后 女儿开着跑车离开 要打车走的男嘉宾有些受阻无措地站在旁边说 拜拜这个画面 莫名看得有点尴尬 一个美满的家庭也是相亲时的重要参考标准 离异是相亲时的一个见分项 比如男一第一次挑选约会后选人时 看到两位女孩其中有一位父母离异 男一就觉得 嗯 自己是在家庭美满父母双全的环境下有找到的 而父母离异的孩子在性格上多多少少会有些缺失或偏颇 于是选了另一位女孩 但是比起父母离异 可能相亲对象本身离异过 会让更多人介意 第三位女嘉宾魏然 37岁是一位很有个性的造型设计师 但因为他离异带了一个孩子 所以精心帮他找相亲对象比较困难 因为很多男的听到离异 有孩子就已经打了退堂股 即便不介意的男性见面 也免不了要关心离婚这个话题 女三的第一个约会对象 是44岁人案当事的老大哥王勇 这位大哥比较保守 追求现实和女方的观点大相径庭 男方这边没有成家 不明白为什么现在离婚的这么多 将离婚称为负面 戳到了女方的雷区 随后两人聊到生育问题 男人这边说要考虑生孩子 女三这边 嗯你确实要不要过几年 你就哈哈哈哈 男人这边表示 我觉得比较重要的 其实是那个载体 是他的妈妈 他妈妈要是一个好的载体的话 孩子就没有问题 女三吐槽 载体说的她好像是个物件 男人呃对 修的可能不太恰当 而且和其他嘉宾 更加现实的择偶标准不一样 女三是一个看感觉的女孩 感觉就是现在很多女性的写照 因为有过一段婚姻 被渣男删透了心 对男人不太信任 但是内心还是渴望的 但是觉得身边的男人都很无用 他想要一段比较浪漫的关系 但是现实很残酷 他接受相亲 更多的是父母被逼的压力 所以他听从了身边人的建议 带着改变偏见的想法 去尝试接受相亲这种方式 但是两次相亲失败的结果 反而让他更加坚定了自己的想法 决定退出节目 女三 还是相信自己吧 我就一路恋爱下去就好了 总而言之 这是一部很现实的相亲综艺 他爱现实了 他告诉了我们 电视剧里面霸动的才不爱 有钱有言的女奥 乏爱灰姑娘死去活来的情况 在现实生活中是没有的 即便灰姑娘非常努力 靠自己还有100万的年薪 他也觉得对方的家境 嘿 也不会有富家女痴性等待穷小子 过去的人还说真爱至上 现在更多人讲究门当户对 要求认知水平的相似 和经济水平的不拖累 成年人的相亲 有很多条条框框的要求 金钱 学历 家庭 颜值 每个人心里都有自己的算盘 很现实的掂量 对方配不配得上 会不会拖累自己 大家都想要选合自己差不多 甚至是比自己更好的 当然 你在挑别人的同时 别人也在挑你 好了 今天娃妹就讲到这里 你对你好 另一半有什么看法呢 欢迎在评论区留言 关注娃娃娃妹 娃妹在这里 等你哦